各位评审大家好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展翼求生 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轻鸟拍动翅膀 想飞离受污染的海洋求生存 灾药地球上所产生的垃圾 若处理不好的话容易流入大海 因此本专题想从身边的环保议题探讨 进而与自己生活的环境有更深入的连结 研究动机 有一次参加浸滩活动 发现很多垃圾大多以塑胶制品为主 我们结合整体造型搭配指甲彩绘技术 将宝特瓶作为轻鸟 象征传达幸福 希望可以唤醒人们对环保的重视 研究目的 对宝特瓶的认识材料分析与利用 再搭配指甲彩绘技法 回收宝特瓶应用在服饰制作上 文献资料 这是一家奥地利的设计公司设计的灯光系统 这是巴西主办联合国会议宣扬宝环保的重要 使用宝特瓶制作巨大的发光雨 这是一位退休老人 第一个是压克里颜料 第二个是油性麦克笔 第三个是指甲油拓印 指甲油拓印效果最佳 不论上色、干燥、厚度、色彩、饱和度 均为最佳选择 设计理念 以回收的宝特瓶制作成带来幸福的青鸟 将瓶盖的部分作为布布 表示着鸟类布石而塑胶的垃圾的新闻 瓶身的部分剪裁拼装成羽毛状 尾巴的部分以黑蓝色最为设计 代表着沾染到外泄的缘油 制作流程 首先我们会画的设计草图 第一个收集宝特瓶 第二个彻底清洗 第三个剪裁 第四个硕形 第五个上色 第六个剪裁适当的大小 第七个拼贴成羽毛状 第八个缝制 完成的上衣以及裙摆 最后的整体造型 讨论 第一压克力颜料的成本最低廉 但容易留下明显刷痕 品质比较不稳定 第二指甲油虽然不便宜 但是学校里面原本就有了 所以可以省下大笔花费 三 塑胶片的实验过程中 我们试验蜡烛与吹风机 因为蜡烛容易熏黑并发出恶臭 所以我们使用吹风机 利用小风慢慢缩洗 避免过热导致过度忍区 最后结论 透过这次的专题 希望我们的作品 以宝特品为主的清鸟 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与环境的密不可分 我们的报告结束了 谢谢聆听